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 从舞台到网球场 魅力无限的跨界男神 最近呢 我发现了一件超有意思的事儿 咱们的酷盖王一博不仅在舞台上魅力四射 在网球场上也是风头正经呢 而且 你知道吗 连网球界的女神孙露露的妈妈都成了她的超级迷妹 这事儿简直不要太有趣 话说 王一博这个名字 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 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从陈情令里的蓝望鸡开始 她就以那骨子清冷而又深情的模样 俘获了无数粉丝的心 随后 无论是唱跳俱佳的舞台表现 还是在各种综艺节目中的机智幽默 王一博都展现出了她多才多艺的一面 但你可能不知道 这位舞台上的王者 其实还有另一重身份 网球场上的运动健将 最近 王一博对网球的兴趣可是越来越浓了 他不仅私下里经常练习 甚至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训练日常 那份对网球的热爱和执着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要知道 网球可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运动 他不仅考验人的体能 更需要极强的专注力和策略思维 而王一博能够在这项运动中找到乐趣 足以见得他的运动天赋和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再来说说孙露露的妈妈 这位网球博主的妈妈竟然也是王一博的粉丝 这事儿真是太逗了 据说 孙露露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他妈妈曾给他发过一张他和王一博的合影 那兴奋进而 简直比孙露露自己追星还要激动 这不难看出 王一博的魅力已经跨越了年龄和职业的界限 成为了全民偶像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 王一博真的能和孙露露在网球场上来一场友谊赛 那画面该有多温馨呢 毕竟 对于王一博来说 无论是舞台上的表演 还是网球场上的灰拍 每一次展现自我 都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而这份热爱和执着 正是他能够吸引不同年龄段粉丝的关键所在 所以呀 王一博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你是谁 只要你热爱生活 勇于尝试 总能在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就像他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 每一份努力和坚持 都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精彩 而我们 作为他的粉丝 只需要静静地站在一旁 为他加油鼓劲 见证他每一次的成长和突破 最后 让我们一起期待 王一博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论是舞台 还是网球场 都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吧 王一博 微博电影之夜的璀璨星光与幽默瞬间 哎呀 王一博这小伙子 真是每次出场都能给人带来惊喜 这次在微博电影之夜上的表现 又是一波美谈 咱们一起来细细品味一下 这位青年电影人带给我们的 视觉盛宴和欢乐时刻吧 话说回来 那天晚上 王一博穿着一套燕尾服走上红毯 那场景 简直就是电影里的贵族少爷穿越到了现实 黑色的燕尾服剪裁得体 贴合着他修长的身形 金贵又不失身世风度 每一个镜头前的定格 都像是精心安排的艺术照 粉丝们看了直呼 这也太帅了吧 仿佛整个红毯都成了他的个人秀场 每一步都散发着自信与魅力 让人挪不开眼 但是 你猜怎么着 这孩子私下里可斗了 自己在微博上晒出了后台照片 穿着秋冬款的大衣 还自嘲说热得不行 哈哈 这反差萌也是没谁了 明明红毯上那么高冷 私底下却这么接地气 真是让人忍不住想笑又觉得亲切 粉丝们纷纷留言 宝 你是热得可爱呢 还是可爱的发热 这互动 满满的都是爱呀 讲真 王一博在红毯上的确游刃有余 无论是正装还是休闲 他总能穿出自己的风格 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贵气 让人不得不佩服 这次他选择的长款香奈儿大衣 配上Chanel真品珠宝 Cafe Society系列的Spring Iron Venice胸针 简直是优雅与奢华的完美结合 这搭配既有年轻人的时尚感 又不失成熟男性的沉稳 让人一眼难忘 在2024微博电影之夜盛典上 王一博作为青年电影人的代表 真的是光彩夺目 他的出现 不仅是对电影艺术的致敬 也是对自己演绎道路的一种肯定 光影交错中 他带着对电影的热爱与追求 每一次露面都让人感受到 他对演艺事业的执着和热忱 这次 他还获得了年度突破电影人的荣誉 和著名导演刘伟强背靠背站在领奖台上 那份得意的小表情 简直让人忍俊不禁 这不仅是对他演技的认可 也是对他一路以来努力与成长的最好见证 王一博 这个曾经的舞者 如今已经成长为影视歌多期发展的全能艺人 每一次的突破 每一次的进步 都让喜欢他的人感到骄傲 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而是脚踏实地 一步步努力的结果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梦想有多远 只要坚持 总有一天会触碰到 正如他在获奖感言中所说 感谢每一次机会 我会继续加油 做更好的自己 这句话 简单却充满力量 让人感动 所以 王一博 你就是我们心中的最佳男主角 不管是在荧幕上 还是在生活中 你的每一次尝试 每一次突破 都值得我们鼓掌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们相信 你会带着这份热忱 继续前行 创造更多的辉煌 王一博 你真的很棒 继续加油 我们的宝藏男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